天氣方面的訊息 現在在午後大雨的部分會漸漸趨緩 不過前幾天中部地區的大雨 有人則是相當的歡樂 因為在南投中寮 這名菜姓的生態陶藝家 在這場大雨當中 它的陶窯附近三個池塘 全部積滿水 等接下來水位一退之後 裡頭的爛泥都可以變成 它製作陶土的工具 南投中寮山區 咒語小溪流變大洪水 溫滾黃泥水從山壁流下 積滿池塘後又溢出 繼續往下流 宛如世界末日的場景 對生態陶藝家菜狀況 卻是滿滿都是飽 走到池塘邊 動手挖土 裝進桶子帶回工作室 篩除雜質後 再用力揉捏取出一大塊 乾淨黏土放上轉盤 開始捏制 沒多久一個陶碗就成形 環境改變 那個水就是特別特別的豐富 帶來的泥土 讓我覺得說 剛好是我在做陶藝 是非常適合 就把它拿起來 用用看 陶藝家說近日大雨 讓他當初挖的三個池塘 天天滿水不用擔心 裡頭養的魚缺水 泥水還帶來可以捏桃的泥土 積極看待大雨帶來災情 轉為創作動力 記者魏少宇能投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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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